哈喽各位观众老爷们 大家早上好中午好 下午好一击晚上好 我是你们朋友四季里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 我在B站关注很久的一个博主 我在B站上看到他节目的时候 他只更新了两集 他呢是去印度旅游 但是他的旅游和别人完全不一样 他是真的跑到印度 最普通的居民生活的那个区域去的 完全不是去那些什么旅游景点之类的 然后呢用一种非常写实的拍摄方法 去记录那边的一个生活状态 到底是怎么样的 所以他就拍摄到 比如说住在印度的贫民窟 然后在恒河里洗澡 这样普通游客不会去体验的事情 他都做到了 当时我就非常佩服他 我就私信联系他 说注意安全 因为他这样的旅行还是蛮危险的 我记得当时他的粉丝可能是5000多左右 然后现在我再回去一看翻译一件 20万了 为此我就特意联系他 让他来说一说 他这次超印和的印度旅行 到底遇到了什么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超油胆的boy 这次印度的印和旅行遇到了什么神奇的事情 大家好我是20岁还没有去新巴克 感谢思义的邀请 然后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很奇葩的事吧 然后就是因为我在印度旅游嘛 所以就是一开始的话 有时候地图上我找不到 所以我就会跟当地人问路 我经常中有一次比较深刻 就是有两家紧在这儿的店铺 然后就问了其中一家 有一家是说往左走 然后我又再问了第二家 第二家说往右走 所以的话就是 我觉得他们说话有时候很不靠谱 就算不知道答案也会强行塞给你一个 而且特别信誓旦旦 他们都说往这边走就对了 往这边又走就对了 然后就是说这些说话不靠谱这件事 其实我在下面的旅游 其实也遇到了非常多次了 而且他们还有种迷之自信 这真的是不是吹的 关于这个他们说话不靠谱 其实我可以举好多好多例子 就有一次我在印度的恒河嘛 恒河岸面我看到一条狗 然后就是丢了一个圆形的东西上来 然后我后来一看发现是人的身体吧 就是身体一部位 然后正好路过一个印度人嘛 他就告诉我 就不是告诉我 指着指肩膀 意思就是肩膀 然后我离境看发现是人的头了 好像其实也比较恶心了 但是他们好像也不在乎 也就是无所谓都OK了 这条狗它刚刚在河边 掉了一条骨头上来 我估计这应该就是人的骨头 现在前面这条狗正在吃人的骨头 刚刚一个印度那个一个印度人过来说 这是人的肩膀 就这位置 看这个烧成一半的 看我忘记 正在吃人肉呢 这位狗 而且这个还有点腐臭味啊 这个又是万尔拉西的日常了 看这个它有点腐臭味的 你拉近一看我去 它其实是张人脸 它是人头 然后这个被狗啃了是脖子 看这个真的是 这两个是眼睛 然后这个是嘴巴 嗯 嗯 这个被刚刚被狗啃过了 看一下我去 看看这就是张人脸 这就是印度的日常啊 这是脖子 这是脖子 说真的还是有点噁心啊 怕小孩来吃 望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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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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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里面 看这边 看这边 小伙子 看镜头 看看 这就是当舔狗的下场 舔狗不得好死 OK 那这就是他的分享了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有没有 然后我们呢也会非常欢迎 其他的做旅游的博主也好 甚至是出去普通的旅行的 呃观众老爷们啊 来投稿 跟我们分享你在旅行中 遇到的一些奇葩事 或者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一些趣闻 只要你愿意 都可以投稿到这个邮箱 告诉我你们的旅行故事 然后我们会选取其中 比较精彩的分享给大家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记得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要点赞关注长按三连 我是你们的黄卫司机里 这就是今天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